如果雨刚好下痕迹 我刚好想起你 那算不算是默契 如果雨也少了走起 我也愿意相信 那就用时间证明 早安 今天终于到了拍MV的日子 我们现在呢 就在Montkeara的一个Skateboard Park 我们已经把这里爆场下来了 所以现在天呢即将要亮了 製作组就在setup着 然后玩滑板就在玩着 等一下会再跟你们分享更多 由于这里是Skateboard Park 所以它是没有那种房间的 我们就自己就地取材 走带你们去看我们的化妆室 哈喽 这是我们男主角 请自我介绍 哈喽 我是Lucas 你好 你好 就这样 今年24岁 99年 什么 爱好是打羽毛球 健身打篷球 今天是你第一次拍MV吗 第一次 我没有拍过MV 有点紧张 一点点 因为没有拍过 很期待 因为是跟球人拍 但是他全程没有露脸的 哈哈 现在要去访问我们整个MV的一个灵魂人物 就是Cyrus Let's go 诶 大导 大导 你在看这什么 这是我们的storyboard 可以看一下 Cyrus作为整个MV的灵魂人物呢 同时也是一个导演 这是他第一次做导演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感想 什么感想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想 但是我觉得 这个MV一定会爆的 谢谢 如果要问我们现在的感想是什么的话 我觉得占据80%的是 Blur 很Blur 因为现在是早上的7点45分 我们大约6点半就到这里了 所以其实是还没有睡醒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负责来搞笑 然后就算是不要NG 不要拖累整个团队 对 如果负责搞笑都能NG的话 那我们真的是很失败 真的 看到了 原本众业 不要动了 进去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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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现在有我们才在拍这第一个scene Rost & Rich 一直霸针的大风扇 hello 这是演员用的 我是演员 幕后演员 所以现在我们要拍我们TikToker 他们很辛苦 一直重复一样的动作 如果要讲话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的表现都蛮不错的 只是为什么会拍那么多次 就是因为我的搭档就是她 她一直走光 如果她没有走光的话 我们是不会NG那么多次 这是性感惹的祸 这个晴天娃娃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超可爱的 所以现在这个第一个scene 就是在拍着女主角 寻找男主角的途中 根据她的第六感Sense style 她就在这里 就过来这里找找看看 然后就遇到TikToker 这个 大家好 我叫Lucas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拍MV 所以 有一点点小紧张 可是还是很开心 可以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Truan 还有一个那么厉害的camera crew一起拍 所以是很感谢她 invite我一起来拍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setup 就非常的有趣 因为这个呢 是模拟打雷 这个是模拟下雨 然后我就 呃 就看见打雷就要咬 我就看了tok 这样子 耶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拍完了滑板的信 我们就要上去滑板上面的一个pondo 带你们去看 现在的背景已经setup好了 就是女主角刚刚就遇到了打雷下雨 然后现在就来到一个小亭子 避雨 在这个小亭子呢 它就是一个好像艺术展这样的宣传 然后这个艺术展叫做蒙蔽 其实这个爱情故事它是有一个现实的含义的 就是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男生女生啊 已经很少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谈恋爱了 都是在online遇到啊或者是玩那种dating app 现实生活中很难再遇到真爱 是因为大家都focus在玩手机拍tiktok这样子的东西 就变成忽略的人与人之间平时的互动 很爽 然后等一下更多我会在art gallery那边跟你们解释啦 这里就是我们art team做的 然后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其实这个店啊本来是生锈的 他们就跟它涂美一点了 后面的这些店呢本来也是生锈的 它就涂了 然后你看这里还有这个exhibition的招牌 然后等一下女主角在这里躲完鱼了 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art gallery那里看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个粉红色的脚踏车呢 这个信是很可爱的 就是等一下哦 这个女主角就发呆发呆 这样就不知不觉坐到一个地方 他坐到那个脚踏后面的时候 他就是发呆 发着呆的时候呢 他就一边发呆风一边吹他的脸庞 然后那个小车就带他回到了cafe 也就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 OK 很不稳 我不要了 放我 放我停 我要下车 快一小心 那就有时间证明 如果低流感是我们的武器 那幸福不再是秘密 如果前空万里 是因为有你 现在我们要拍女主角去Bondo 顶旅的画面 但是刚好天就下雨给我们了 但是我们已经有准备了一个雨景给你们看这里 就有一桶水 然后一个喷枪 这里就可以喷出魔女雨水的感觉 但是现在天柱我们也真的下雨了 现在就在这个展厅这里 大家在这里躲雨 然后男主角 他其实就在我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但是有一个人的雨伞遮住他的脸 然后就看不到他 写满的都是你 耶 我们在Santa的信已经开完了 等一下就要前往Acadia那里 所以今天的午餐我们就订了小时光 这个是普通的炸鸡排饭 哇 还有蛋 然后我的呢 就是素食的这个 七彩泡饭 它还有一个糖可以泡的 你 如果 晴空万里 是因为有你 每天都风和雨里 那几本里 我的笔记 写满的都是你 如果你 刚好下痕迹 我刚好相信你 那算不算是默契 如果你 你也向我走起 我也愿意相信 那就用时间证明 如果 第六根是我们 的默契 那幸福不再是秘密 如果 成功万里 是因为有你 每天都风和雨里 所以我们拍完cafe的sit呢 天已经暗完了 我们最后一站就来到了 Unicraft Unicraft就是做我家 feature wall的公司 然后我们就跟他进了他的gallery 因为他的gallery 超美的 我们也在这里呢 布置了蒙壁的画展 走到你们去看 哇 这个真的是很高贵 就是很多Omakase的墙壁 都是用他们的这种feature wall的 就是石头这样子的感觉 这个也有bling bling的 然后这里呢 就有我们这个画展的主题蒙壁 女主角呢 就会刚好经过这个art gallery 然后进来观看一下 也要带给观众一些讯息吧 就是早上有这样的 现在的人都一直在按电话 好像被电话俘虏了 电话才是你的主人 让你们去看 看这个 那个电话直接被蒙在脸上面 看不到其他东西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你看被蒙毙了 这边还有他的这个解说 他是这样子吊着的一个画展 我觉得art team很用心 做到很美 这些照片也是他们自己特地去拍的 不是网图来的 哇 哇 你看 抓狂工 被电话俘虏了 然后带你们去看里面 里面超美的 哇 来到这里感觉到很舒服 这里就有这个画展的海报 然后这面墙呢 我感觉我仿佛自身在里面 很舒服 如果我家有这么高的墙 我应该也会做这个墙 真的让人家觉得很世外桃源 在家里这样子的话 就感觉到很放松 其实为什么要做这首歌 其实我把它裁成三段 第一段的时候是他在cafe 一个人在那边写东西的时候 然后一个男主角 跌了一个物品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想讲在我们的整个感情 或者是我们讲家人也好 感情也好 或者甚至事业也好 有时候我们太过忙碌做我们的东西 但是忘记一些身边的事物 比如说在skating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两个tiktoker在那边跳舞 所以这个我其实要反映的东西就是 时常我们可能跟家人吃饭的时候 我们都是低下头去按电话 所以你看到很多镜头 他是在玩电话 甚至在cafe很多人在按电话 其实都不知道我们其实 在这段时间的过程中 我们迷失了 或者是被一些社交媒体的东西 蒙盖住了我们的眼睛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art gallery的时候 一个是蒙住眼睛 一个蒙住嘴巴 一个蒙住耳朵 所以我整个反应的东西 不仅仅是感情 它可以是家人或者是事业 所以我觉得在每个人的人生中 真的是必须 这个是我们讲珍惜当下 不管是你身边的爱人也好 你的这个家人也好 或者是你的朋友也好 我觉得我们要花更多心思在我们身边的人 而不是被一些其他的东西 埋没着我们的眼睛 嘴巴跟耳朵 我想带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子 今天已经是MV拍摄的第二天了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来拍一些画面 现在这个画面呢很简单的 就是邱文懵懵懂懂的 坐上了一辆脚踏车 然后被阿姨载回去cafe的一个scene 然后很unfortunately 我们的印度的女生已经没有了 我们就换成了一个华人来演 穿上那个印度衣服 然后脚车呢也骑不动 因为后面漏风啊 我们就变成了这个脚货车来拖 不是你 如果一个好像很轻 我刚好想请你 那算不算是默契 如果你也向我走近 我也愿意相信 那种多时间证明 如果低流端是我们的武器 那心飞又不再是你 所以希望我们这首第六感可以很多人喜欢 我要补充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我对邱文的评价 他虽然这是他第一首歌 然后他也不是以歌手的身份出发 但是他所放的心思跟努力 是200-300发现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希望在作品出来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自己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就已经很喜欢了 我觉得他听起来有那种很阳光 很带给人家希望的感觉 我希望你们听了也有同样的感受 可以一直无限循环这首歌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第六感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在各大平台都可以下载哦 期待我的下一首歌拜拜